我是个盲女,但不完全是,妈妈便寻名医,在我七岁时治好了我的眼睛,可是,她却一遍遍地告诫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看得见,尽管她不愿告诉我原因,我还是从她严肃的语气中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从那以后,不论在哪里,我都假装自己是盲人,当了七年针瞎子,装起瞎子来也是得心应手,从未有人怀疑过我。 大家顾及我的残疾,都对我很好,可是,考进市里第一的贵族高中后,一切都变了,我分明只是安静地坐在课桌上学习,也会有人满怀恶意地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只要走进厕所,就会有人把我锁在里面哈哈大笑,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敢向别人求助。 我没有父亲,妈妈一个人很辛苦,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到家,每天对着上级第三下四,才换来这份工作。 无论如何,我也不敢把妈妈牵扯进来,我必须自救。 所以,我选中了一个人,无论校内还是校外,江之恒都是无人敢惹的江家太子爷,只要我跟着他,其他人就不敢对我下手。 又一次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江之恒的身后,他七拐八拐进了一个航道,里面很快传来殴打和痛呼的声音。 我悄悄探出头,向你看去,身向内,是江之恒一个人把七八个小混混掀翻在地,他的神情音质又漫不经心,带着点不耐烦,我害怕地缩了缩,但还是强忍着看了下去。 最后一个人也被江之恒解决,他点了根烟,踩在那人的手指上来回碾压,植骨被碾碎的声音响起。 江之恒笑了一声,就这点手段也感到我面前撒野,我的心砰砰直跳,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眼看江之恒就要回过头来,我咬咬牙,扑上去抱住了他。 江之恒浑身一僵,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我竭力压着颤音,故作轻快地出声,哥哥,饭做好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江之恒顿了顿,身体放松了下来。 他转过身,一手捧上我的脸,指腹拂过我的眼尾。 我放空双眼,装出眼盲的样子。 哪来的瞎子? 他的声音又沉又冷,带着十足的危险气息。 我紧张地攥了攥拳头,面上却只是颤开无辜的笑容,哥哥,该回家吃饭了,再不吃菜会凉的。 江之恒的目光,从我空洞的眼睛移到我的领口,又移到我的手臂。 脖梗那是一道很长的伤疤,露金雪用刀划出来的,划得不深,所以没有死。 手臂上是一大片瘀青,我被露金雪的根斑绊倒在地,很疼,但不会死。 我克制着自己的呼吸,不让江之恒看出一样。 我可以的,我继承了妈妈时成的美貌,身上还带着伤。 很少有人能拒绝一个身上带着伤,还双目失明的美人。 我拥有的东西不多,无论江之恒想要什么,我都能给。 如果没人帮我,我早晚会死在露金雪的手里。 可我想活下去,我不想死。 江之恒终于收回了打量的目光,我这才恍然觉得自己能够呼吸。 江之恒挑了挑眉,语气意味深长,今天不吃那个,哥哥带你去吃点好的。 他要带我去拿?他会对我做什么? 我几乎克制不住身体的颤抖,明明已经做好了选择,此时此刻,早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江之恒吃笑一声,抖什么? 我咬了下舌尖,逼着自己露出笑容,没什么,只是有点冷,哥哥去哪我就去哪。 夜风灌入旱道,我穿着单薄的校服,出了一身冷汗,是有些冷了。 江之恒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竟然真的脱下外套,拢在了我身上。 外套带着些余温,甚至还有他身上的味道。 我攥紧了衣角,有些不知道做何反应。 妈妈平时很忙,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人照顾的感觉了。 犹豫间,江之恒牵住了我的手,带着我向前走去。 这个方向,既不是我家,也不是江家。 我咬着唇,一言不发地走着。 走了几分钟,眼前出现的却是人声鼎沸的夜市。 江之恒捏了捏我的手指,递给我一盒关东煮。 吃吧,妹妹。 江之恒已在墙上,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妹妹两个字,拖得暧昧又绵长,好似在提醒我,她对我的目的心知动明。 本就是个拙劣的借口,她识破也没关系。 只要她愿意入局,就够了。 我摸索着,插起一串丸子,向江之恒的生源处递去,哥哥先吃。 江之恒目光忧深地看了我几秒,这才弯下腰,咬住了丸子。 江家太子爷难得这么狼狈地低下头去够一串丸子。 我竭力隐忍,却还是戴上了淡淡的笑意。 手里犯着暖意的关东煮,驱散了秋寒,身上裹着厚实的外套,伤口也不那么痛了。 我从未有过哥哥,现在却好像有了一位。 可是,短暂的温馨却很快被打破了。 我才刚插起一块白萝卜,就被猛推了一把。 来不及多做反应,我向前栽去,眼看就要栽倒在地,将之恒接住了我。 只是,我才刚站稳身体,将之恒就松开手,退了一步。 身后传来露金雪恶劣的声音,哟,这小瞎子还学会攀高枝了。 我抿了抿唇,没有说话。 关东煮坡的一滴不剩,将之恒的外套也在动作间掉到地上,染上了脏污。 我仅有的那点暖意,转眼间就消失得了无踪迹。 我俯下身摸索着捡起江之恒的外套,小声对他说话,我先走了。 可是,刚迈开腿,露金雪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把我拽了回来,跑什么?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他的眉甲很漂亮,嵌进我的皮肉里,却痛得要命。 我挣了一下,放弃了逃离,安静等待着露金雪的欺辱。 他一手抬起我的下巴,语气夸张,小瞎子长得还挺标致,难怪有胆子对之恒哥投怀送抱现殷勤呢。 他的身后顿时响起一大片哄笑声。 我难堪地低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露金雪嫌没意思,推了我一把,怎么不说话? 你是瞎子,又不是哑巴? 我,我没有。 我苍白地辩驳着,却只是引来更大声的嘲笑,直到,耳畔响起一道冷峻的声音。 够了。 我茫然地抬起头,看向江之恒。 他的眼中是明晃晃地厌反,带着一丝怒意。 露金雪挑起了眉,走进一步,拽住了江之恒的领口,逼着他低下头来,对他耳鱼,你不会忘了吧? 我们的,后面的几个字,我没能听清,只看见江之恒攥紧了拳头,片刻后又无力地松开。 他垂着眼,浑身都带着烦躁又阴郁的气息,好像挣扎着,却又无可奈何。 我拉了拉江之恒的袖子,笑了一下,我没事的,衣服我会给你洗干净。 江之恒很轻地眨了下眼,眉目间的预色散开了一点。 他挡开露金雪的手,转身握了握我的手指又松开。 感觉到手中被塞进一张卡片,我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收紧手指,没有出声。 江之恒把我推向另一个方向,我顺着他的力道往前走。 这一次,走了很久,也没有人出声阻拦。 我一路走回家,摊开手,那是一张银行卡。 与此同时,我收到一条陌生电话发来的短信,语音播报念出短信上的六位数字。 我对着银行卡看了一会儿,走进了银行。 存款上有很多个零,多到我对这笔钱失去了概念。 我对着取款机看了许久,不受控制地想着,如果我不是身在泥泞,如果我有得选,我一定不会动这笔钱。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把银行卡还给江之恒,对他说,我不需要,可我不能。 所以,想再多也不过是可悲地试图挽回尊严而已。 我取了两万块钱,回了家。 饭菜有些凉了,我热了热菜,洗干净了江之恒的外套,又找了件自己的外套穿上,好遮住身上的伤痕。 一个人在餐桌前写完了作业,将近十点的时候,门锁终于传来了声响。 妈妈回来了,戴着满脸的疲惫。 我垂着头,把钱递给了妈妈。 这钱哪里来的? 妈妈的声音温柔又严厉。 我胡伦吃着饭,避开了视线,讲学金,学校发的。 妈妈看了我许久,才把钱收好,闲乐,上高中不适应吧,辛苦你了。 妈妈只要你平安。 我眼睛一酸,点了点头,埋头吃饭。 第二天,我忐忑地走进教室。 陆金雪正坐在后排,和朋友大声谈论着名牌包包,没有注意到我。 我松了口气,挪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身后的讨论声却呼得停了,我悚然地听见身后响起的脚步声。 身体不由自主地轻颤,我咬着牙,克制地不去想接下来会遭遇怎样粗暴的对待。 直到,客桌被轻轻扣响。 我抬起头,看见姜之恒冲我勾了下嘴角,笑意张扬中带着几分脾气。 他在我的桌上放下一个纸袋,给你的。 说完,姜之恒转头就出了教室,去了隔壁班级。 时间上早,班里的人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的视线都投向了我。 我抿了抿唇,拆开纸袋。 纸袋里是一个鸡蛋,一份三明治,一盒牛奶。 同学看向我的眼神顿时变了,窃窃私语声传进我的耳中,姜之恒给季贤月送早饭。 真的假的? 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不止吧,季贤月虽然是个瞎子,但长得确实漂亮,姜之恒想尝尝鲜也很正常。 可是陆家和姜家不是关系很好吗? 陆金雪不甘尬,身后的脚步声在姜之恒出现的时候就停下了。 即使教室里吵吵闹闹,我也清晰地听见了陆金雪气急败坏走远的动静。 我想,我可以安稳一段时日了。 我剥开鸡蛋壳,慢条丝里地吃完了一整个鸡蛋。 姜之恒不知道,其实我对鸡蛋轻度过敏,每次吃鸡蛋都会胃疼。 因为她不知道,所以没关系。 我得到的爱意实在太少了。 所以,仅有的那些爱意里面是掺着同情还是疼痛都没关系。 只要是爱意,我就会满怀感激地咽下去。 上午第三节课,胃部阵阵净软,我疼得冷汗层层,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终于挨到下课,我虚脱地扶着墙壁,走进了洗手间,想要泼点水清醒一下。 可是,下一秒,一双手把我按进了洗手池,记咸悦,你现在很得意。 身后响起陆金雪咬牙切齿的怒声。 我的整张脸都被按进了冷水之中,胃痛和虚脱让我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陆金雪不断把我按入水中,我寂静窒息,一切声响都变得模糊不清。 只能听见陆金雪的大声叫骂和其他人的绩效嘲讽。 你不会真的觉得姜之恒喜欢你吧? 我告诉你,你就是他的一条狗。 现在他愿意护着你,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不然你猜,昨天他为什么一句重话都不敢对我说? 分不清脸上是泪水还是洗手池的冷水, 我只觉得脑袋针扎似的,手脚冰凉,痛到麻木。 索性放弃了挣扎,任凭陆金雪发作。 过了会儿,陆金雪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手一顿,放开了我,话音里带了一丝仓皇,死了。 我颤抖着喘了几席,支撑着自己直起身,笑了。 是,我就是一条狗,为了活着,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转过身,用尽全力撞向陆金雪,把它撞倒在地。 陆金雪尖声叫着,我不管不顾地死死按着他, 每一拳都重重落在他的脸上, 拳拳倒肉,不留一丝余力。 鲜血喷剑,陆金雪的尖叫怒骂逐渐成了求饶。 我们在扭打中一起浑身湿透, 无论是陆金雪昂贵的衣裙, 还是我破旧的衬衫,都在此刻变得脏污不堪。 来吧,无人救我,那就和我共享这苦难。 陆金雪终于在其他人的身外硬拽中被救了出去。 他鼻青脸肿,精心保养的脸上多了好几条血痕。 临走前,他恶狠狠地瞪视着我, 记贤月,等着退学吧, 你们几天好日子可过了。 我没有分给他一眼,都无所谓了。 我的身上已经找不出一处干净的地方, 手臂上被抓破了好几道伤口, 头发也彻底湿透,挂着水珠。 没有比现在更难堪的时候了。 可是,刚走出门, 我就见到了此刻最不想碰见的人。 江之恒正站在门口, 见到我的瞬间,满目愕然。 我放空双眼, 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往外走, 江之恒却拦住了我, 是陆金雪做的。 我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泪水却不由自主地饮满了眼眶。 我听见他很轻地叹了口气, 而后,拥住了我, 对不起,你再忍耐一下。 他的怀抱很温暖, 我的心口却在这一刻凉得彻底。 没错,我这样的人, 本就只是一条狗。 陆家和江家是世家, 他又怎么会为了一条狗和陆金雪闹江? 可我已经亲近所有了, 我还有什么呢? 我还能用什么去求那一点点施舍来的庇佑呢? 江之恒拉着我出了校门, 带我去了一间出租房。 我在那里洗了个热水澡, 胃痛好了许多。 我坐在沙发上喝粥, 江之恒拿着干毛巾替我擦拭头发。 一切都很安宁, 让我觉得几个小时前的寒冷和痛处都恍如隔世。 可是, 恒跟在我们之间的沉默却又让我无法忘记。 我抿了抿唇, 对江之恒微微一笑, 谢谢哥哥。 江之恒很久都没有说话, 头发已经彻底干了, 午休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 我早就该回学校了。 江之恒却依旧一言不发地垂着眼, 温热的手掌轻抚过我的头顶, 不知是宽慰还是歉疚, 又或者只是对宠物的爱抚罢了。 我偏过头, 回望江之恒漆黑一片的眼眸, 那里有几分怜悯, 有没有哪怕一分真情, 我看不清江之恒是什么样的人, 对我做的那些事又是抱着怎样的想法, 我从来都不知道, 也想不明白, 但我从不在猜测上浪费无味的时间, 与其猜, 不如赌, 我转过身, 一手拽下江之恒的领口, 逼着他弯下身来, 他一时没有防备被我得手, 紧敏的唇瓣就此贴上了我的。 两道莽撞的气息相撞, 在空气里擦出火星, 江之恒浑身一僵, 没了动作, 我固执而不得张法地胡乱吻着, 直到那双手不留情面地把我推开, 难堪一点一点地涌上我的心头, 在落真可闻的死记中谋杀了我的自尊。 是这样啊, 那我还真是自作多情的可以, 一路沉默, 离教学楼只有几不知摇石, 江之恒突然叫住了我, 咸悦, 再等我一段时间, 不会很久, 你再忍耐一下, 好不好? 我下意识地俯过手臂上还未愈合的伤痕, 面上却依旧笑得很甜, 好, 我等你。 江之恒把我送回了教室, 自己却又一次出了校门。 直到晚自习的时候, 他才从走廊经过, 面上是比先前更为浓重的烦躁和阴郁。 江家大少爷, 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烦心事? 我支着脸, 用余光观察着江之恒, 却看见他望向我, 舒尔笑了。 他本就生得好看, 笑起来的时候, 那些欲气一扫而尽, 像是最张扬热烈的少年, 满身朝气扑面而来。 我下意识地呆了一下, 勉强维持着镇顶。 下一秒, 江之恒却扣响了我边上的窗户, 将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手心。 我慌乱地接住, 低下头, 才看见那是一只向日葵。 在抬头时, 江之恒已经不见了, 向日葵很娇小的一只, 没长开似的, 不太起眼, 但我很喜欢。 我找了个水瓶, 把向日葵养了起来。 虽然听到了许多瞎子插花的冷嘲热讽, 但至少这几天没有人在找我麻烦。 江之恒给我送了一次早餐, 还有一只向日葵, 这些已经足够让班里的其他人 停止对我的霸凌。 陆金学也像是忌惮我那天的举动, 消停了几天。 我想, 这一定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我可以放松地听课, 学习, 像班上的任何一个普通同学一样 做着自己的事, 而不是时时刻刻 提防着无边的恶意 吞没我仅有的一切。 可我又在这幸福之下的 纷纷渺渺如履薄冰, 就好像, 眼前的安逸 都是我偷来的。 以至于我为此坐立不安, 时不下咽, 无法停止地恐惧着 下一秒就会东窗事发, 一无所有。 周五, 学校召开了家长会, 妈妈工作很忙, 家长会照例是没人来的。 我像是从前的每一次家长会一样, 坐在位置上 给自己开家长会。 衣着华贵的家长鱼贯而入, 面上都带着客气的笑容。 偶尔也会有人 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 但并没有人深究。 我羡慕这一分成年人的体面, 不该问的从不多问, 不像青年人, 总是将直白的恶意摊开, 深深刺入血肉。 家长会还没开始, 我低着头继续完成作业。 如果能够在学校里把作业解决, 放学之后就可以腾出时间 去附近的餐馆打工了。 我正写着算式, 手中的笔却被抽走甩到了地上, 太过熟悉的遭遇让我下意识地颤抖起来。 我抬起头, 看见陆金雪趾高气扬地抱着臂, 对边上的中年男人说话, 爸, 就是他, 上次把我的裙子都弄坏了, 搞得脏死了。 虽然那裙子不贵, 也就几万, 但是我可喜欢了呢。 陆金雪得意地看向我, 话语中的恶意几乎要溢出来。 我会被退学吗? 我迟疑地想着, 指尖都开始发麻。 陆金雪的父亲陆建业不屑一顾地看向我, 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几秒, 面色呼的一变, 把陆金雪抛在一边出去打起了电话。 陆金雪一愣, 不满地跺了跺脚, 哎呀, 爸, 什么是这么急呀? 见我面上没什么表情, 陆金雪猝了眉, 脑横地站在我的书桌前不走了, 你等着, 等我爸进来再收拾你。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剪其笔继续作题。 陆金雪要对付我, 那又如何? 我没什么依靠的, 自然也没有挣扎的必要。 至于姜之恒, 我下意识地看向手机, 尽管他的号码还存在我的手机里, 可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一条消息。 这种时候还恬不知耻地纠缠, 只会被彻底咽弃吧。 陆建夜再次走进来时, 竟然没有责骂我, 反而语气和善, 坏条裙子又什么, 同学之间和睦相处, 才是最重要的。 陆金雪目瞪口呆, 爸, 你怎么不帮我出口气? 行了, 你出去吧, 家长会快开始了。 陆建夜语气严肃地, 把陆金雪赶了出去, 又对着我笑得亲切,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证了证, 如实爆出名字。 陆建夜的笑容里, 竟带上几分讨好, 闲乐呀, 以后常来我们家做客, 金雪他就是不太懂事, 说到这里, 他呼地打住了话头, 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儿, 面色复杂起来, 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 陆建夜舒尔松了表情, 又随便扯了两句, 就去后排坐下了。 我明显感觉到 他的态度 先是变得热切讨好, 又呼地冷淡下来。 可是,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一手抚上自己的眼睛, 心中装满了疑惑。 妈妈严厉地告诫, 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闲乐,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的眼睛治好了, 你必须是个瞎子, 知道吗? 我的眼睛, 到底有什么秘密? 家长会开到中途, 陆建夜礼貌地 冲老师打个招呼, 捂着电话, 就从后门出去了。 我心念一动, 跟着站起身, 出了教室。 陆建夜正在墙角 和电话里的人 小声说着话, 难怪, 技嘉不认, 断断续续的话音传来, 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安, 走近两步, 试图听得更清晰。 陆建夜的下一句话 却把我定在原地, 对, 下个月, 小女和江之恒订婚, 您可一定要来啊。 我如遭雷击, 只觉遍体生凉。 陆金雪和江之恒, 他们要订婚了。 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落荒而逃, 又浑浑噩噩地回到教室, 听完了家长会。 走出教室的时候, 我又一次见到了江之恒。 这段时间, 江之恒没有来学校上课, 我只能从别人的 支言片语里 听说他的消息。 大概是命运的捉弄, 我们的再见, 竟是在此刻。 你要订婚了, 和陆金雪, 是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是谁都好, 是谁都可以。 可是, 为什么偏偏是陆金雪? 为什么非得是那个 对我伤害最深的人? 想问的太多, 可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 江之恒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 但他终于还是抿了下唇, 颓然地开口了, 闲月, 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 我不能陪你了。 江之恒和陆金雪订婚的那天, 声势浩大, 连新闻媒体都发了报道。 婚礼会场华丽地让人心动, 我独自一人 在推杯换盏的人群里 穿行而过。 大家都很高兴, 只有我不高兴。 会场很大, 还带着小花园, 我只转了半圈, 就已经走得腿酸。 累了, 那就不走了。 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可是刚坐了一会儿, 就觉得再也没有 接着走下去的力气了。 怎么这么难呢? 想找一条好走的路, 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想得到庇护, 所以找到了江之恒。 我以为我得偿所愿, 从此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可是兜兜转转, 江之恒却和陆金雪订了婚。 原来, 从来就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从一开始, 我就只是他们爱情的调剂, 无聊时的玩物。 一旁传来人声, 我慌张地抹了把脸, 才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脚步声有远极近, 我决定去边上躲一躲, 却又在听到江之恒的名字时, 顿住了脚步。 事情都办好了吧, 别让江家人发现了。 放心, 不会有错, 等着好戏开场吧。 哼, 那个老不死的真是疯了, 连个音就给江之恒分股份, 什么好事都让那毛头小子站了。 连音, 股份, 几个词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却来不及深究, 只是茫然地想着, 他们究竟要对江之恒做什么? 他们已经走到了拐角, 再待下去只会被当场抓包。 我猫着腰小步跑远, 直到不会被那两人听到时, 才开始夺路狂奔。 江之恒有危险, 我一定要把听到的一切告诉他。 可是, 跑回了主会场, 我却又陷入了迷茫。 就凭那几句话, 我根本无法得知他们在哪里动了手脚。 我的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说的话, 没人会相信我。 陆金雪和江之恒现在都在内部的休息室里, 想找江之恒, 就必然会见到陆金雪。 他怎么可能相信我说的话? 犹豫间, 订婚仪式开始了。 悠扬的月声中, 陆金雪面带笑容地挽着江之恒一起走来, 人群中响起连绵不绝的掌声。 陆金雪的目光扫到了我, 眉心一皱, 但没说什么, 只是交筋地扬起了下巴。 这毕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天, 大概并不想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 可我却不能让这场订婚仪式 进行下去。 七岁前, 我的世界始终是一片黑暗, 我的听觉因此而格外灵敏。 如雷的掌声中, 我也依旧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和我之前在拐角处听见的一模一样。 他说, 动手, 我浑身一个机灵, 挤开人群, 冲上了台, 高声道, 停下。 有危险, 陆金雪当场尖叫起来, 姬贤月, 你要干什么? 就算我们有过矛盾, 你也不用毁了我的订婚来报复吧。 我没有回话, 只是在台上快速扫过台下每一个人的脸, 他们或是震惊, 或是迷茫, 不行, 找不到。 这里聚集的人如此之多, 我虽然听到了那人的声音, 却对不上脸。 姜之恒松开了陆金雪的手, 上前两步, 向我走来, 弦悦, 你怎么了? 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听见头顶传来细微的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 我猛地抬起头, 看见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灯, 轻轻摇晃了一下, 直至坠落。 姜之恒此刻恰好不偏不倚地站在灯下, 那一瞬间,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只顾着向他所在的位置奔跑。 一步, 只差一步, 我分明已经触到了他的衣角, 却还是没能赶上, 只能看着他带着错愕的表情倒在血泊之中。 陆金雪哭叫着冲过来, 尖锐地指甲划伤了我的脸, 贱人, 你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把直恒歌害成这样? 我无言以对, 只是呆呆地看着姜之恒, 无力和他多辩解什么。 我还是没能救他, 今天是他的订婚宴, 他本来应该感到幸福的, 现在却只能狼狈地躺在那里, 躺在鲜红的血液之中, 周围的一切声音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勾不回我的一点注意力。 直到, 一双手把我拉扯起来, 然后又一次响起了那道熟悉的声音。 季小姐, 先前一直听说你有眼疾, 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那样。 我毛骨悚悚然, 从头凉到了脚底, 回过头去, 看见了一张和姜之恒有五分相似的脸。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正躺在一张床上, 我迷茫地坐了起来, 才记起是那个谋划伤害姜之恒的人 把我从订婚现场带走, 因为情绪起伏过大, 我陷入了昏迷。 可是, 这是哪里? 这地方装潢华美贵气, 在我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 可是又莫名让我感到几分熟悉。 难道是那个男人的家? 他和姜之恒长得有五分相似, 多半也是姜家的人。 我下了床, 打开房门向外走去。 客厅里站着一个身量挺高的中年男人, 我警惕地抄起手边的玻璃杯, 用作防身, 却在听到他声音的瞬间正在原地。 他说, 月月, 好久不见。 这声音早已被我遗忘在浩瀚岁月之中, 却在听到的刹那唤起了我的全部记忆。 季贺是我的生生父亲。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 却对他的声音再熟悉不过。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 他始终温柔宽厚, 对我很好, 却在我五岁那年被妈妈发现出轨。 妈妈恨得咬牙切齿, 离婚带走了我, 抑郁了整整一年。 那时小小的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美满的家庭转瞬间就变得支离破碎。 我不明白, 却更不敢对妈妈提起季贺的名字, 久而久之, 我下意识地把五岁前的记忆都埋在深处, 很少记起。 原来这间房子就是我曾经住过五年的家。 十多年了, 季贺从未来看过我和妈妈, 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纵然曾经的我多喜欢爸爸, 现在看到季贺也提不起多少感情了。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你有什么事? 我冷淡地开口, 下意识地掠过季贺脸上的一抹失望。 季贺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月爷, 听江毅说, 你的眼睛已经治好了。 江毅, 看来就是谋害江之恒的那个男人, 按年龄推算, 应该是他的小叔。 我暗暗记下, 等有机会再提醒江之恒, 小心提防。 季贺扫过我身上的伤痕, 叹息一声, 你当初何必跟着你妈妈, 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 你要是还待在季贺, 谁敢这么对你? 那个陆金雪给你提鞋都不配, 不需要你关心, 没事我就走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 离开季贺时, 我年龄尚小, 一直也不知道 我这个所谓的亲生父亲 是个什么身份,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季贺。 季贺的财力, 确实是江家和陆家加起来 也比不上的。 但那与我无关, 妈妈不知道我在这里, 下班时看不到我会着急的, 我得赶快回家才行。 你出不去的, 这几天都会有人看着你。 你什么意思? 我怒视着季贺。 爸爸做的决定当然是为了你好, 过几天季贺就会开宴会, 替你接风洗尘, 人人都会知道你是季贺的女儿,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季贺勾起嘴角, 像是在等待着我的感恩戴德。 我却露出了冷笑, 为我好。 我眼盲的时候不见你来找我, 我恢复势力了, 你着急忙慌地带我回季家。 到底是为我好, 还是为了送我出去联姻? 你不过是看中我身上 可以被压榨的价值而已。 季贺被我戳中, 面上有些挂不住,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有多少人想进季家进不来? 你自己想清楚。 说完, 他衰蛮而去。 季贺对我严防死守, 我试了几次也没能逃出去, 只能等到宴会开始。 我换上了完美契合, 我身材的定制礼裙, 身上的每一件配饰都价值不菲, 能抵上我十多年的生活费。 这些我从未拥有过, 可拥有了才发现, 不过如此。 与自由相比, 一文不值。 越过人潮, 我看见了陆金雪, 他目自欲裂, 却连和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故意去了趟洗手间, 陆金雪果然找了过来。 他看着我, 眼里有, 更多的却是颓然, 姜之恒自己伤还没养好, 刚能走动, 就满京城地找你, 好几天都没合眼。 他找你找得都快疯了, 他不会和我订婚了。 季贤月, 你赢了。 乍然听到姜之恒的名字, 我震了下, 然后只觉得好笑。 现在, 陆金雪和我的地位完全倒转了,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 以至于他连争都不敢和我争。 可我不想要了。 从知道姜之恒和陆金雪订婚的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会去奢求别人的爱了。 我还是会在姜亦谋害姜之恒的时候提醒他小心, 但我再也不会在受伤时期待他的安慰和帮助。 姜之恒确实曾经被我当作救赎, 那时的我以为他能拉我出这深渊, 可是现在我发现, 能救我的只有自己。 与其为了那点可怜的爱意, 在泥泞中拼命挣扎, 不如选择自救。 得不到的爱, 我会自己给自己。 所以, 我对陆金雪说, 做个交易吧。 我穿着陆金雪的衣裙, 眼着脸, 通畅无阻地走出了会场, 打了车直奔家里。 离家不远的地方, 我就看到了头发凌乱, 双眼通红的妈妈, 正挨个询问着过路的人有没有见到过我。 我眼睛一酸, 扑上去抱住了他, 妈妈, 我在这儿, 我回来了。 没空寒暄, 我催促着妈妈收拾东西, 和我一起离开。 我们简单打包了行李, 赶往车站。 出席宴会前, 祭盒给了我一笔钱挑选喜欢的饰品。 在钱这方面, 他确实没有亏待我, 这笔钱足够我和妈妈前往另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会在那里拥有全新的生活, 远离既家, 路家, 远离一切让我们痛苦过的人与世。 我换下了身上的长裙, 脱去了冗杂的饰品, 重又穿上我的衬衫。 风浮过我们的脸庞, 前所未有的自由飞扬在心间。 我很久没有见过妈妈笑得如此开心, 像是18岁的青葱少女。 走进车站, 我一眼看到了江之恒, 他甚至还穿着病号服, 下巴冒出了一圈胡茶, 面色焦急又懊悔。 想来是陆金雪告诉他的。 我给陆金雪的筹码是我不会和江之恒在一起, 陆金雪告诉他我会来这里, 大概是希望我让他彻底死心。 江之恒见到我, 大步走了过来, 眼眶泛着红。 我抢先开了口是江一设计谋害你, 以后的事你自己小心。 江之恒眼睛一亮, 贤月, 你果然还是在乎我的, 对不对? 我错了, 我不应该和陆金雪订婚。 我反抗过, 可是只有和陆家联姻, 我才能拿到股份。 贤月,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等, 我打断了他, 江之恒, 对你来说, 总有东西比我更重要, 股份, 联姻, 可我不想再等了, 我是人, 不是备选方案。 江之恒面露祈求, 贤月, 可我对你的感情从来不是假的,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等了。 我们回到从前, 好不好? 我却释然地笑了, 可是我已经不需要你了呀。 现在, 我要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了。 他正在原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火车慢慢悠悠, 开向自由的前方。 我呼地想起一句歌词, 我爱你, 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可是, 以后的每一天, 我都要学着更爱自己。 从今往后, 我爱自己, 胜过爱你。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